小说 丹武双绝 作者 飞翔蜗牛 第3201-3220章 丹武双绝 第3201章 上 只要控制不让他们得到大量资源 就能保证他们实力不会太强 天龙世界元气最浓郁的地方就是中洲 只要在中洲实时提防着 其他洲的舞者根本不用担心他们能成长起来 只要他们能彻底占领天龙世界 有一万种方法 既奴役天龙世界的舞者 又永远不让他们翻身 堂堂云城联盟盟主 天龙世界最强大的龙镜舞者 年纪轻轻 天下无敌的天才 就这么被他们围在中间 随意地戏耍 中毒魔心中畅快 你们果然是一群败脸 秦明脸色虽然难看 但眼中没有丝毫绝望 他早就料到会如此 只是心中还抱有一丝希望而已 他现在还有唯一一张底牌 变身 让他担心的是 变身之后 他最少半年没法动弹 而独魔势力占领天龙世界 却用不着半年 但现在只能如此了 若是不变身 他马上就会死在这里 就算变身之后 只能躺在床上 好歹没死 云城联盟就不会分崩离弃 在变身之前 他要杀一些人 秦明眼睛越来越红 他看着这些吃笑的毒魔 脸上的表情归于平静 他在恢复伤势 你们还在等什么 上 魔祖下完命令之后 马上退后 站得离秦明远远的 果然 他命令刚刚下达 就引起了秦明的注意 秦明抬起头 充满杀气的眼神 看着魔祖 被秦明注视着 魔祖浑身一个哆嗦 退得更远了 有丝毫情况不对 他会 毫不犹豫转身就跑 丝毫没有刚刚面对秦明时的傲气 魔祖躲在众多龙镜毒魔后面 想要杀他根本不可能 秦明的目光看向周围的毒魔们 表情平淡 却充满杀气的眼神 让众毒魔不自觉地后退了一小步 这时他们才猛然醒悟 哪怕被围在中心 秦明也是天龙世界第一强者 刚刚那场惊心动魄的战斗 无疑在告诉众人 秦明那惊天实力 并不是好惹的 想要杀他 自己一方要付出惨重的代价 不过 他们有两千人 秦明绝对逃不出去 若是让秦明逃了 以后想要杀他 付出的代价更多 现在秦明只是龙镜后期就这么强 一旦等他突破到龙镜巅峰 也许就真的能够改变这场战争的胜负 魔祖灵力的声音传到每个独魔耳中 文言 尽管独魔们对秦明恐惧 但一想到留着秦明 会让独魔势力占领天龙世界受阻 眼中也是透出了狠力之色 上前一步 身上的气势笼罩在秦明身上 见此 魔祖脸上露出得意 若是他没有摆脱独魔血脉的控制 现在肯定也不会退缩 一心为了独魔势力 就算明知必死 心中充满恐惧 也会毫不犹豫地对第一个对秦明发起攻击 这些独魔 其实心中怕得要死 可还是毫不犹豫地攻击秦明 完全是因为被血脉控制了 这独魔血脉好处很多 可没办法掌控自己的意志 连自由都没有 再好 又有什么用处 看到独魔们身不由己的模样 魔祖心中庆幸不已 丹武双绝 第3202章 你变身吧 看着独魔们毫不退缩 秦明握紧的拳头 更紧了 本来想着 若是这些独魔被威慑住 他趁机逃跑 只要能够逃出包围 没有任何一个独魔能追上他 可现在所有的独魔虽然害怕 但没有任何一人退缩 他的如意算盘落空了 果然如我所料 独魔们虽然害怕 但还是汗不为死 之前的战斗 独魔们虽然大量死亡 甚至死到最后一个 也不会退缩 这就已经能说明很多问题了 哪怕是这世上最精锐的 武者组成的队伍 在死了七成之后 都会崩溃 而像独魔这样 就算死的只剩下最后一个 也不会崩溃 绝无仅有 而且并不是独魔一支队伍 是每一个队伍都如此 哪怕心中再害怕 也不会后退 既然你们找死 那就成全你们 秦明率先发起攻击 他猛然出拳 对准前面的独魔胸口砸去 还没等他反应过来 就被一拳砸穿了胸膛 瞬间冰死 若没有完美龙极丹药 他必死无疑 完美龙极疗伤丹药 流传出去的极少 独魔们也不多 杀 在秦明发起攻击之后 独魔们都怒吼一声 对着秦明冲锋而来 喷喷喷 一拳接着一拳 率先冲上来的独魔 瞬间就被秦明打死 可就算如此 围上来的独魔太多了 秦明应接不暇 还是被独魔们击中 这些独魔 都是独魔势力的精英 有不少实力强大 龙境巅峰独魔 哪怕秦明实力强大 也双拳难敌四手 很快他身上救 不满伤痕 这些伤痕 对秦明的影响并不大 所有对他要害的攻击 秦明都闪过或者阻挡了 威夷罗布 就在所有人都已经 秦明会死在到底的时候 运转到原际 秦明突围而去 风之道突破 卫翼罗布的速度增加了很多 只是一个闪身 他就甩开了包围他的一些独魔 拦住秦明 独魔们纷纷大喊 早有准备的独魔 瞬间又围了上来 让秦明无处可逃 独魔的数量太多了 缠住 他只需要几百人就行 其他独魔可以把四面八方都围住 想要逃跑 根本不可能 哪怕是秦明风之道 突破到龙境后期 都不可能 甚至就算是风之道 突破到龙境巅峰 秦明觉得也逃不出去 他只是试一下 果然如他所料 独魔绝不会露出破绽 秦明 你就放弃吧 今天妈 你必然死在这里 一位面容猙獰的独魔 凶狠地看着秦明说道 困兽犹斗 有毒魔不屑道 秦明 就算你今天变身了 也休想逃出去 变身之后 虽然你的实力会增强很多 但绝对不会超过龙境的范畴 只要没达到真龙境 你就休想离开 魔组看到秦明凶悍的模样 没有丝毫担心 嘲讽道 哪怕秦明表现得再凶悍 也没有丝毫用处 等他没有体力的时候 就会消停了 现在攻击的越脉里 体力耗尽的速度也越快 反正有两千龙境独魔 死了也没有什么可惜的 单五双绝 第3203章 天才又如何 只要杀了秦明 统一天龙世界 轻而易举 有了天龙世界 他可以利用大量资源 培养更多的龙境独魔 他可不是天龙世界那些不作为的势力 只知道把资源用在自己享受上 看着困兽犹斗的秦明 魔祖站得更远了 脸上嘲讽地看着这一切 虽然实力比我强 武道天赋比我高很多 但又有什么用处 最终比的不是个人的实力 而是深厚的势力 秦明越强 那么死在他手下手中 那么魔祖的成就感就越强 秦明现在武道境界 只有龙境后期 却能够完全压制龙境巅峰的他 实力达到龙境巅峰之后 肯定更可怕 这样的天才 既然不能被收服 那么死在他手中 也是一件不错的事情 内心深处 魔祖极度了 若只是寻常的天才 魔祖自信 可以从其他方面弥补差距 可如此不同凡响的天才 魔祖清楚 就算他再融合一份毒魔圣血 也比不过 融合毒魔圣血 已经是想都不敢想的机缘了 再融合一份 根本不可能 站在远处 魔祖指挥着众毒魔围攻秦明 丝毫不担心他逃跑 也不担心他变身 他对圣血武者太了解了 千年前毒魔势力之所以失败 就是因为 有一群圣血武者成长起来 最终在他们的带领下 把他们打败 毒魔圣血虽然强大 可有一个致命的弱点 变身之后 会有很长时间的虚弱期 而且变身也有限制 所以变身之后的圣血武者 血脉中的凶性都会极大的增强 二 若是不管不顾的变身 那么会让血脉凶性达到极致 到时候 就不是武者控制血脉了 而是血脉控制武者 成为一个彻头彻尾的人形凶兽 变身本来就不是龙镜武者能够驾驭的 只有真龙镜强者 才能够勉强驾驭 魔祖知道其中的原因 武者武道口境界达到真龙镜之后 不管是谁 都能够变身了 但不同的血脉 变身之后 对武者实力增幅也不同 其实在龙镜之前 血脉对武者实力影响并不是太大 到了真龙镜之后 血脉影响极大 而有毒魔血脉的他 根本不用担心血脉 只需要按部就班的修炼 就能比绝大多数武者的血脉都要好 而他又摆脱了血脉的束缚 所以 未来想要超越真龙镜 并不是什么难事 一想到自己竟能够突破真龙镜 达到前所未有的圣兽镜 魔祖的心就一片火热 他在看秦明的目光 变得截然不同 你在天才又能如何 最终还不是变成一具尸体 在天才也没用 这世上天才太多了 多你一个不多 少你一个不少 虽然这世上天才很多 可如秦明这般的 却一个没有 死在自己手中 魔祖相信 这一辈子他都记得 给我杀 今天他必死无疑 杀了秦明之后 我们去占领天龙世界 以后整个天龙世界 任我们于取于夺 每个给秦明身上添一道伤口的人 我都会让他享尽荣华富贵 魔祖大声道 丹武双绝 第3204章 重赏 重赏之下必有永夫 连给秦明身上添一道伤口 就相当于在魔祖面前露脸了 若是能杀了秦明 那这辈子 肯定是大富大贵 很有可能会被魔祖带着 离开天龙世界 去往至尊世界 一想到这些 众人战胜了心中的恐惧 配合在一起 有条不紊的围攻秦明 根本不担心 他逃跑 看到一部分毒魔阻挡 一部分毒魔在旁边掠阵 秦明心猛地沉了下来 糟了 再这样下去 我体力肯定不足 他大口地喘息着 今天和魔祖死战 本来就把他体力快耗光了 虽然后来得到休息 恢复了一些 可毕竟没有彻底恢复 现在杀了20多毒魔 身体就变得极其疲惫 每一拳他都需要调动身体的所有力量 才能保证把毒魔们杀死 可毒魔汉不畏死 他杀了一个 又会有一个冲上来 杀之不绝 这里可是有2000龙镜毒魔 哪怕站着给他杀 他也不可能全部杀死 就算有心 也没这个体力 而且 他的道快用尽了 呼呼 不得已 秦明一边喘息 一边尽量节省使用刀攻击 威力难免会降低 他没力气了 再加把剑 剑到秦明攻击 明显变得没之前犀利 中毒魔大呼道 虽然攻上去的毒魔 变成了一具具尸体 可谁都能看出来 秦明已经开始有所不知了 此次 在体力不支的时候 不管是躲闪 还是阻挡 都变得不那么灵活 一个不小心 被一个毒魔在秦明背后偷袭 划出了长长的一条口子 血流不止 啊 强烈的疼痛 让有些恍惚的秦明 重新清醒地过来 他连忙转过身 用力一拳轰在那毒魔身上 把他身体冻穿 彻底杀死 而后以最快的速度 从空间戒指中 拿出一把完美龙脊疗伤丹药 吞服下肚 之前服用的完美龙脊疗伤丹药 药效已经快耗尽 见到这么多完美龙脊丹药 被秦明毫不吝啬地吞服 所有毒魔都贪婪不已 趁此机会 魔祖大呼到秦明空间戒指中 一定还有很多完美龙脊丹药 杀了他 空间戒指内的所有丹药 都作为战利品分给你们 而且 给秦明最后一击的人 将一个人独得一成 有重大贡献的 独得半成 听到这实打实的赏赐 毒魔们更兴奋了 一成也许不多 但是要知道 云城联盟拿出来的完美龙脊丹药 可是不计其数 分一成 这一辈子什么都有了 而就算杀秦明有难度 有重大贡献 也能得到半成 这数量也不少 而且只要参与 就有完美龙脊丹药分 魔祖自己不取任何一颗 要知道 之前他们攻打城池 所得的好处 全部上缴 拼死拼活 却没有丝毫好处 而现在 杀了秦明 不但会让魔祖更重视 还有如此巨大的好处 如何不让人兴奋 去死吧秦明 果然 随着魔祖的重赏 毒魔们变得更加疯狂了 哪怕一位为毒魔死去 他们也毫不在意 丹舞双绝 第3205章 变身 杀 拼命地杀 毒魔疯了 秦明也疯了 疯之道达到龙境后期 烽火道的威力 不可同日而语 哪怕只是使用一点烽火道 也足以让毒魔丧命 若不是体力的限制 秦明可以这样一直杀下去 此次 可终究体力不支 身体越来越疲惫 杀毒魔的速度也越来越慢 身上的伤也渐渐地多了起来 不行了 看到毒魔星红的双眼 还是毫不减少地冲上来 秦明重重地喘息 身上的伤他已经感觉不到疼痛 拼命地呼吸 恨不得把所有的空气都吸进肺里 在家把剑 见到秦明快不行了 魔祖激动不已 大喊道 所有的毒魔都知道 秦明到了关键时刻 他们或许只要在家把劲 就能杀了秦明 就在这时 一道前所未有凶悍的气势 从秦明身上爆发而出 所有的毒魔 哪怕已经杀到疯狂的毒魔 这一刻也是清醒过来 恐惧不已地看着秦明 只见秦明眼神赤红 身上布满了灵甲 一条两个大腿粗的尾巴上面 有着尖锐的道刺 额头上 一根大拇指粗细的尖角 浑身上下都被鳞片包围着 一个龙镜毒魔觉得 这是大好机会 绕到秦明背后趁机偷袭 可秦明背后 就像长了眼睛一般 粗壮的尾巴一个横扫 凌厉的风声 带着血肉飞起 偷袭的毒魔 被蓝腰斩成了两半 血泼洒在地面 鲜红刺眼 嗷 张开嘴 秦明仰天长笑 如同被压抑了几万年脱困的 上古凶兽一般 吼叫声中冲 满了暴虐 与此同时 如同实质一般的杀气 从秦明身上散发开 笼罩在所有毒魔身上 凶 这是众人的第一反应 恐惧这是心底 升起的第二反应 中毒魔忍不住悄悄后退 刚刚魔祖 那动人心弦的赏赐 早就被抛之脑后 这 这就是秦明变身之后的模样吗 魔祖指着秦明 不敢置信地吞咽着唾沫 他当然知道 秦明能够变身 只要是圣血无者 并且实力达到龙境之后 都能变身 可他没有想到 秦明变身之后 会如此之美 不错 在魔祖眼里 秦明现在实在是太完美了 那一根根道刺 那散发着金属光泽的灵甲 那凶悍到极致的气息 无一步彰显强大 变身之后的身体 不用试 魔祖都知道 他肯定充满了力量 这是他梦寐以求的 若是他能够在 进阶真龙境之后 变身成这副模样 他做梦都会笑醒 怎么可能完全变了个模样 怎么可能连我都认不出来 转变得如此彻底 魔祖心中呐喊着 张着嘴 全部注意力 都放在了秦明身上 若不是他亲眼看到秦明变身 他怎么也不会想到 面前这凶兽是秦明 他见过圣血无者变身 可绝对不会变得如此彻底 越是彻底 那就证明秦明的血脉越是不凡 舞者实力越高 血脉越纯正 那么变身就会越是彻底 魔祖想起一本古籍上的记载 新猛的一颤 单舞双绝 第3206章 如此完美 作为传承了千年的独魔势力魔祖 他知道很多别人不知道的情报 其中就包括一些至尊世界的情报 根据书记中记载 血脉越纯正越强大的舞者 变身之后的实力会越强 变身也会越彻底 而天龙世界所谓的圣血舞者 其实是因为体力血脉 过于纯正的原因 并不是血脉越纯正越好 就如同圣血舞者 虽然因为血脉纯正的原因 舞者得到了很多好处 身体素质极强 不管是体力 还是体内的元气 都比寻常舞者要强得多 任何一个圣血舞者 与同阶的普通舞者对比 都是天才中的天才 战斗力非同一般 可又因为血脉太过纯正的原因 想要让血脉进阶 所需要消耗的资源 也是前所未有的多 要知道 哪怕有堆积如山的资源 舞者吸收的速度也有限 除非全部使用完美丹药 否则哪怕再多资源 圣血舞者想要突破到龙境 也几乎不可能 也只有从幻虚秘境中 才能得到极大的机缘 从而突破 想要凭借自己的努力 在天龙世界得到机缘突破 可能性微乎其微 秦明血脉强大与否 他并不知道 但有一点模组极其肯定 秦明的血脉肯定很纯 我体内的血脉虽然很强大 奈何纯度不够 所以虽然成长空间很大 可对我本身的实力提升 却极其有限 他体内的血脉 根据古籍传言 是至尊魔神传下来的 至尊魔神的血脉 是整个至尊世界 最强大的血脉 也因此 独魔比普通舞者要强一些 但至尊魔神一人的血脉 传遍无数世界 当然不可能很纯粹 也因此对他实力提升 也因此对他实力提升 极其有限 至尊魔神想要把血脉传下来 自然不可能传出很纯粹的血脉 太过纯粹的血脉 根本不是普通舞者身体 所能够承受的 传个普通舞者 太过纯粹的血脉 只能让他们一辈子 碌碌无为 魔族想了想 猜测至尊魔神传血脉 却很稀薄的原因 天龙世界有不少圣血舞者 可绝大多数圣血舞者 却早就死了 就算有强大的血脉 没有资源和天赋 也终究是把血脉浪费了 甚至有很多圣血舞者 就因为血脉太过强大的原因 他们没有能力让血脉进阶 只能在极其低微的舞蹈 混一辈子 看着秦明那恐怖的身影 魔祖心中满是极度 难怪秦明的实力如此强大 原来他体内的血脉如此不凡 有这么强大的血脉支撑 只要成长起来 当然是一个绝世强者 和秦明一比 魔祖自残行贿 也因此 魔祖对秦明充满了极度 既然得不到 就要毁灭 血脉强大又能如何 还不是要死在我手里 给我杀了他 他再强五道境界 也只有龙境 只要是龙境 他就没什么了不起的 我们两千人可以轻轻松松杀了他 魔祖大吼道 可嘴上说着杀了秦明 他却不停地后退 生怕秦明朝着他冲过来 给他一拳 不变身的秦明 一拳的威力 他都承受不了 何况是变身之后 单五双绝 第3207章 可悲 知道手下都很害怕 心中充满恐惧 魔祖搬出了大杀器 秦明越是强大 那么他的独魔势力的威胁 也越强大 你们都是独魔 都是在独魔势力中长大的 一旦把秦明放跑 等到他五道境界 突破龙境后期 达到龙境巅峰 就算是强大的独魔势力 也会被摧毁 而且秦明血脉如此之强 若他活下来 最后肯定会去至尊世界 以他的能力 到了至尊世界 甚至有可能让伟大的 至尊魔神操心 你们想让至尊魔神操心吗 为了至尊魔神 魔祖一声大喝 震慑独魔们心神 顿时所有看着秦明恐惧不已的独魔们 都大喊起来为了至尊魔神 至尊魔神 看到独魔们那狂热的眼神 魔祖心底冷笑 他就知道会这样 只要大喊至尊魔神 就能让他们听命令 只要打着至尊魔神的旗号 哪怕让他们送死 他们也会毫不犹豫地去送死 真是可悲的一群人 秦明睁开了心红的双眼 看着独魔们癫狂的模样 心中早已经没有 把他们当人看 连自己的意志都不能控制 这些人早就死了 只是一群傀儡而已 变身之后 秦明感觉到 体内的力量极其膨胀 甚至开始 冲击他的意志 强大的战斗欲 从心底传来 秦明强大的意志 压下内心暴虐的凶性 转过身头也不回地逃跑 他变身并不是为了 杀更多的独魔 而是为了逃跑 变身之后 虚弱感一扫而空 他飞行的 速度极快 可他已经被包围了 再快的速度也没用 发现他想要逃跑之后 独魔们连忙阻拦 砰 秦明一拳下去 两个独魔当场丧命 若是换了普通舞者 秦明有信心 可以把他们杀崩溃 死了两个独魔 看到秦明那不可一世的凶悍 其他独魔虽然心底发毛 但还是用身体挡了上来 为什么要用身体 而不是用兵器 他们现在的速度 已经远远赶不上秦明 兵器太过狭窄 根本不足以挡住秦明 挡我则死 秦明怒吼一声 不顾一切地往前冲 可这些独魔 也是毫不在意自己的性命 拼命地挡在他前面 杀死了一个又一个独魔 又有更多的独魔围上来 就算秦明不想杀他们 也没有办法 因为他周围已经围满了独魔 不杀他们 他根本出不去 可杀了一些独魔之后 在外围的独魔 又会填补上来 一个加上一个 杀之不尽 啊 秦明怒吼 身上杀气腾腾 那无边凶悍的气息 足以让任何舞者胆寒 独魔们也怯懦 可每当他们想要退后的时候 就会听到魔祖 以及其他独魔大喊着 为了至尊魔神 顿时他们血脉沸腾 马上就失去理智 不顾一切地挡在秦明面前 脸上 还带着前所未有的狂热 为了至尊魔神 啊 去你的至尊魔神 秦明焦急 疯狂地攻击面前的独魔们 若现在至尊魔神在他面前 他也会毫不犹豫地把他撕碎 单舞双绝 第3208章 拖延时间 不行 再这样下去 我肯定逃不出去 看着这些疯狂的独魔 秦明心底烦躁不安 他没想到 这些独魔会这么疯狂 简直不把自己的性命当回事 任何舞者 都会崩溃 可这些独魔 甚至明知必死的情况下 还义无反顾地向前冲 都说人为财死鸟为食亡 但明知是死的情况下 哪怕再多的财 也不会让人心动 秦明 你逃不掉的 只要时间到了 你就必死无疑 看到秦明疯狂的模样 魔祖自信满满嘲讽到你死了之后 我会把云城联盟毁灭 把和你有关系的人 全部都杀了 连家 还是凤家那些余孽 在把凤家的一些强者杀了之后 对于凤家的一些后辈 他并没有多关心 因为在他看来 那些后辈 已经没有时间成长了 所以 杀不杀都无所谓 等到他统一了天龙世界 把所有有天赋潜力的武者都杀死 整个天龙世界就永远都掌控在独魔势力手中 嗯 秦明转过头 欣红的眼睛看着魔祖 粗壮的尾巴猛的一甩 把背后的独魔杀死 秦明朝着魔祖冲了过去 见到秦明朝着自己冲来 魔祖吓了一跳 他刚刚那些话 为的是激怒秦明 要想让其灭亡 就先让其疯狂 秦明变身之后 不但实力强大 也很冷静 冷静的秦明 自然没有疯狂的秦明好对付 可他没有想到 他这些话 吸引了秦明的注意力 魔祖步 驻地后退 急忙大声吼道给我拦住他 我不能死 我若是死了 独魔势力 会变得一盘散沙 也会让秦明逃跑 会被云城联盟击败 他死了之后 独魔势力并不会一盘散沙 而是会在极快的时间内 又重新选举出一位新的魔祖 只是为了突出自己的重要性 他才如此说 这些独魔都是他的亲信 在听到魔祖的命令之后 立马挡在魔祖面前 顿时秦明的步伐被挡住 再加上魔祖不住的后退 两人的距离越来越远 哼 秦明狠狠地看了魔祖一眼 只能无奈放弃 见到秦明的注意力 从自己身上转移 魔祖心底松了一口气 大口地喘息着 没有被秦明 那双充满杀戮的眼睛盯着 不会感觉到其中的恐怖 脑子转了转 魔祖想到了一个好主意 在旁边的亲信耳中 亲说了一些话 命令到你们按我说的去办 是 得到命令 这些亲信分开 站在秦明附近 大声道秦明 你别挣扎了 再怎么挣扎也没用 圣血无者很强 但你能支撑多久 支撑得越久 你解除变身之后 身体崩坏得也越严重 那种无力的感觉 我想你肯定经历过 你难道再想经历一次吗 秦明 你死定了 就算你能杀 又能杀得了几个 最终还不是会死在我们手中 反正结局已经注定 这么累干什么呢 乖乖站在那里 让我们送你上路吧 堂堂云城联盟盟主 却孤身一人赴死 真是太可怜了 单五双绝 第3209章 无处可逃 一位位毒魔 在秦明周围说着 干扰着他正常战斗 听到这些言论 秦明眼眶更红了 见到秦明的表情有了变化 魔祖得意的一笑 眼神示意那些轻信继续 这么做 可以吸引秦明的注意力 从而让他不会想办法逃出去 一个人的精力毕竟有限 他专注与自冤自意中 就不会想着怎么逃跑 只要能够拖一下 秦明变身的时间结束 就任由他处置了 说不定秦明会立即而晕倒 那个时候 岂不是可以把秦明活抓 抓住秦明 比杀了秦明 好处更多 魔祖在自身安全 没有受到威胁之后 脑子里又在思考着最有力的方案 杀了秦明 也就除了一个天才 可若是让秦明臣服 那么就能为他所用 抓住秦明之后 整个天龙世界 没有任何人有资格与他为敌 也没有人有这个本事 把秦明救走 因此 只要抓住秦明 那他可以用时间慢慢去磨 至于秦明会不会从他这里逃走 魔祖心中冷笑 一旦被他抓住 除非秦明突破到真龙境 否则别想离开 而且 就算突破到真龙境 在突破的时候 他也有大把的时间 去杀了秦明 不管怎样 让人干扰秦明 只有好处 没有坏处 那些干扰秦明的龙境独魔 看到魔祖脸上满意的神情 心中兴奋 越说越是激动 秦明 我看你是被云城联盟抛弃了 堂堂一个盟主 居然亲自冒险 要么是云城联盟无人 要么是有人 想要你死 云城联盟这么多武者 没一个能用的 虽然我们独魔势力 没有任何人 实力是你的对手 但是比起普通武者的能力来 云城联盟 比我们独魔势力差太远了 真是可怜 天龙世界已经没救了 你还苦苦地一个人支撑 那些自私自利的势力 现在肯定在笑话你吧 秦明 值得吗 你为了那些人出生入死 他们不但不领情 反而还想着各种办法 想让你死 堂堂云城联盟盟主 除了云城联盟之外 到处都是敌人 真是可悲 可叹 你之所以打不过我们 不是因为你不够强 而是因为受到拖累 什么难听就说什么 独魔们吃笑着 除了那些被魔祖命令的亲信外 其他独魔也是跟着嘲讽 不时地还会哈哈大笑 哼 秦明冷哼一声 没有管他们 眼睛不停地扫视 寻找着可以逃出去的机会 可这些独魔虽然嘴里嘲讽 对他极其轻视 可实际上围在他身边 丝毫不松懈 让他没有任何逃跑的机会 难道我就要死在这里吗 又一次 秦明试图冲出去 可是被独魔们堵了回来 很明显 这些独魔是铁了心要杀他 哪怕他再怎么杀戮 也不能让对方任何退缩 太多了 独魔太多了 杀之不尽 又没有办法震慑他们 秦明被围困在中间 没有任何办法 从来不放弃的秦明 虽然现在依然没有放弃 可内心深处 觉得这一次 可能真的逃不掉了 丹武双绝 第3210章 攻过来了 见到秦明几次无功而返 一直悬着心的魔祖 狠狠地松了一口气 看来秦明没有底牌了 几次都认为 秦明必死无疑 可秦明一次一次又拿出底牌 魔祖生怕出现什么变故 现在看秦明焦急的模样 魔祖知道 他没有办法了 要不了多久 等到秦明不得已解除变身 他就可以抓住秦明了 再加一把火 想到这 魔祖连连退后 站在安全距离外 语气充满嘲讽到秦明 我知道你是从小世界上来的 你应该对天龙世界没有感情 既然如此 为什么要为他付出呢 从始至终 你都是在为天龙世界付出 无数的完美丹药拿出来 又培养了无数的强者 可天龙世界的舞者 是真心地爱戴你吗 不知道多少人 恨不得吃你的肉 喝你的血 反云城联盟一万龙境舞者 就是他们对你最好的回报 你真是太可怜了 从来天龙世界 就没有受多少恩惠 反而只知道向你索取 就算现在你身陷险境 又有谁会来救你 又有谁来可怜你 你死了之后 估计很多人会拍手称快吧 魔祖的一番话 如同真一般 扎进了秦明的心脏 不错 自从来天龙世界之后 他总是在付出 特别是来了中周之后 他一直是在和独魔势力作对 独魔势力既是他的敌人 也是天龙世界的宿敌 无数的资源拿出来 也只是想为天龙 世界增加一些实力 好对付独魔势力 可众多舞者并不领情 他需要想尽办法防范着 甚至就是因为那些舞者 让他发展云城联盟 处处受制 只能窝在云城 云城联盟说得好听 却只限于云城 一旦他占领其他城池 就会被群起而攻之 就会引起公愤与猜忌 为了对抗独魔势力 他已经身心俱疲 可还需要处处防备 他保护的人 真是心累 呼呼 秦明大口地喘息着 独魔们并不攻击他 而是在一旁看着 他们之所以不攻击 是因为就算攻击 也不会取得什么成功 想要杀死秦明 只有一个办法 等到时间到了 他变身结束 他们之前所做的努力 也只是为了阻拦他逃跑 他们巴不得秦明停下来 秦明紧紧地握着拳头 重重地喘息着 眼神中满是对独魔的仇恨 哪怕变身了 他体力也不是用不尽的 周围的独魔太多 他连续攻击 体力也有些吃不消 我秦明做事 用不着你们操心 秦明冷着脸 反驳了魔祖一句话 这是他唯一反驳的一句话 很明显 他并没有表面的那般不在乎 哈哈 听到秦明的反驳 魔祖哈哈大笑秦明 不管怎样 你今天死定了 不会有任何人来救你 也不会有任何人敢来救你 他话音刚落 就看到远远的 一位焦劲毒魔匆匆跑了过来 脸上带着慌乱 大事不好了 云城联盟攻过来了 丹武双绝 第3211章 他们来了 话音刚落 远远的就可以看到 一群黑影朝着这边飞来 黑影很多 大约4000人 气势汹汹 云城联盟 看到远处的舞者们 魔祖咬牙切齿 整个天龙世界 除了他们独魔势力之外 也只有云城联盟 才有这么多龙镜舞者 独魔们脸色大变 纷纷朝着天上看去 见到越来越近的云城联盟舞者 正气势汹汹而来 4000云城联盟龙镜舞者 对他们来说 并不是什么 真的打起来 他们未必就会输 独魔们太清楚 其他队伍的情况了 只要杀他们三成舞者 就能把他们杀崩溃 可这里有一个不可忽视的存在 秦明 有秦明这位变身之后的 圣血舞者在 在他的带领下 云城联盟 可以把他们彻底见面 刚刚他们见识了 秦明的强悍实力 自然清楚 有云城联盟龙镜舞者 帮助的秦明 将会有多么恐怖 被围困在中心的秦明 感受到云城联盟舞者们的气息 脸上露出了笑容 他们来了 秦明并没有命令他们过来接应 却不知道为什么 他们来了 而且最重要的是 他们很有可能被三万龙镜独魔围剿 但还是冒着危险来了 这证明 他们心中很担心他这个盟主 之前为天龙世界的付出 为云城联盟的付出 没有白费 秦盟主 见到变身怪物的秦明 连人大惊道 秦盟主 下方一愣 看向被独魔们围着的怪物 那是秦明 其他云城联盟的舞者 以及列魔者协会的列魔者 都惊讶地看着秦明 秦明点点头 朝着他们飞去 这一次 没有任何一位独魔阻拦 他们知道 现在阻拦 死了也白死 起不到任何作用 有云城联盟四千龙镜舞者在这里 秦明不可能死 他们不可能把秦明围困住 你们来了 变身之后 秦明说话的声音 有些沉闷 但所有云城联盟的舞者 都听出来了 这是他们盟主的声音 秦盟主 见到秦明变身 连人脸色难看 不知道该说些什么 他太知道 圣血舞者变身之后的副作用了 他也和秦明一起商讨过 秦明明确地表示 只有在最危险 在没有办法的情况下 才会变身 因为一旦变身的时间过长 就需要等待六个月来恢复 云城联盟 需要秦明的战力 六个月没有秦明 独魔势力 侵占天龙世界 将会变得很容易 秦盟主 下方张了张嘴 也不知道该说什么 其他云城联盟的龙镜舞者 惊讶地看着面前的秦明 这是他们第一次见 自家盟主变身 这凶悍的气息 前所未见 实在太让人吃惊了 难道圣血舞者变身 都会成为这副模样吗 若真是这样 难怪圣血舞者 被称之为同阶无敌 魔祖 云城联盟没有忘我 淡淡地看着远处的魔祖 秦明轻笑道 闻言 魔祖的脸 变成了猪肝色 他刚刚才说 秦明付出不会有回报 现在云城联盟就过来了 这是当场在打他脸 丹武双绝 第3212章 杀了魔祖 哼 就算云城联盟来了 又能怎样 你变身了这么长时间 一旦解除变身 肯定会在床上谈很久吧 别让我找到你 让我找到了 不择手段也会被你杀了 两个月后 天龙世界被独魔势力彻底占领 你除非永远不出来 否则必死 就让你多活一些时日 别太得意了 魔祖恨恨道 他太清楚秦明的威胁了 虽然表面上说的霸气 似乎毫不在意秦明逃跑一般 可实际上他心在低血 若是可以 他愿意用这两千精英龙镜独魔的姓名 换秦明的命 没了两千精英龙镜独魔 他还可以用资源培养 可是秦明活着 谁也不知道会发生什么 他的几次计划 都让秦明给破坏了 有秦明在 他想要打败云城联盟 可能会出现变故 魔祖很想把秦明杀了 可他知道 就算他现在下命令 也可能杀了秦明 还有可能会让他陷入险境 有了云城联盟众多舞者帮助 以秦明的实力 真的很有可能冲过来 把他杀了 当然 也有可能做不到 但他不敢赌 还是选择最保险的 以三万龙镜独魔 堂堂正正地横推过去 相信两个月内 一定能够占领天龙世界 魔祖心中有了主意 于是眼神示意着 周围独魔退后 就这样 两方人马遥遥对视着 两个月后 你绝对无法占领天龙世界 秦明自信道 而且独魔势力在两个月后 将会迎来灭顶之灾 B2 听到秦明自信的话 魔祖愣了一下 难道秦明真的有办法 能够打败三万龙镜独魔 或者他有办法 可以拖延两个月时间 魔祖想不出 秦明有什么办法 但心中很是担忧 秦明的底牌层出不穷 在他以为事情都已经妥当 万无一失时 总会出现意外 以前从来没有出现过这种事情 自从秦明出现后 意外就频频出现 就如在幻虚秘境中 他有十足的把握 能够得到独魔圣血 最后也确实得到了 但圣兽级的独魔圣血 被秦明毁坏 成了真龙镜 威能大减 后来 他好不容易用独魔圣血 培养了三万龙镜独魔 独魔势力倾家荡产 本来以为带着他们 可以横扫整个天龙世界 秦明虽然强 但在绝对的力量面前 应该没有任何反抗的能力 可没想到 不知道为什么 秦明有办法 知道他们确切位置 也因此 能够处处站得先机 让他极其难受 所以 秦明如此自信地说 他不会占领天龙世界 会不会还有底牌 尽管心里充满疑惑 很想知道 秦明有什么底牌 从而好防备 但他面上 还是不动声色 哼 那我们走着瞧 魔祖冷哼了一声 故意不屑道 他当然不能让手下 看出自己心虚了 秦明猛然一声大喝杀了魔祖 而后他当先 朝着魔祖冲去 手中的拳头已经捏紧 一副不杀魔祖 恃不罢休的模样 其他云城联盟的舞者 连忙跟上 丹武双绝 第3213章 狼狈而逃 杀 顿时云城联盟的舞者 士气如虹 朝着独魔势力冲去 看着秦明朝着自己冲来 魔祖已经吓傻了 他头也不回的 就往后退 嘴里大喊着 保护我 本来见到云城联盟的舞者冲过来 附近的独魔 打算和他们一决死战 没有独魔 会因为恐惧而退缩 为了至尊魔神 为了独魔势力 他们随时准备付出生命 可听到魔祖的声音 他们刚刚聚起来的气势 猛然消散 魔祖声音中 满是恐惧 就三个字 众人都能感觉到 他在微微站立 他们是魔祖的亲信 魔祖又是独魔势力的领头人 他现在下达命令保护他 众独魔自然不会违背命令 只能止住冲向云城联盟舞者的脚步 朝着魔祖飞去 看着秦明恐惧的眼神 魔祖不管任何事情 转头就飞 嘴里还大喊着 让其他独魔保护他 也因此 独魔们只能跟在他身后 尽力地去阻挡云城联盟的舞者 顿时 魔祖的撤退 以及他的命令 让整个独魔势力士气崩溃 一盘散沙 见到这一幕 云城联盟的舞者们兴奋了 大声怒吼着 声势极大 看着前面逃跑的魔祖 秦明眼神中带着戏弄 他刚刚一副要杀了魔祖的模样 其实是装出来的 他只是想试探一番 魔祖会不会贪生怕死 从而让整个接近两千龙镜独魔崩溃 没想到 还真如他所料 若是这些独魔 敢和他们一战 秦明不敢轻易动手 这些独魔都是精英 实力强大 又汉不畏死 云城联盟和裂魔者 协会的龙镜舞者 虽然实力也还算不错 可整体和他们比起来 差了很多 虽然占据着人数优势 但最终战斗结果 只会是两败俱伤 这还是因为有他的原因 一旦他身体崩溃 很有可能输的是云城联盟 或许强行一战 可以杀了魔祖 但杀了魔祖 也起不到太大的作用 三万龙镜独魔 他们想要重新选出 一位魔祖来 很简单 而且新选出来的魔祖 不知道他的性格 更加难以对付 之前他要杀魔祖 是想杀了他 可以让独魔势力的 两千龙镜独魔 短时间乱成一团 他可以趁机逃走 而现在有云城联盟舞者 在身旁 他根本不需要逃 自然不需要杀魔祖 魔祖 今天就放过你一马 摧毁小世界的仇 我一定会报 秦明眼神伶俐 紧紧地握着拳头 魔祖派人回他小世界 秦明对魔祖的仇恨 庆竹难输 只要见到魔祖 秦明就恨不得 不管任何事情 冲上去杀了他 但他知道 为了打败整个独魔势力 把独魔势力 从天龙世界中铲除 他需要冷静 以大局为重 暂时放下心中的仇恨 只是为了 把整个独魔势力 连根拔起 杀 秦明大吼着 并没有对魔祖追赶 而是开始 对着普通的龙镜独魔 大肆杀戮 其他的龙镜舞者 自然不会追得太过深入 也是边杀边追 直到视野中 看不到任何独魔为止 单舞双绝 第3214章 溃败 赢了 很快迎来了胜利 众人放声欢呼 而这个时候 一直挺然站立的秦明 却突然间倒在了地上 彻底晕了过去 秦明 秦盟主 在众人欢呼时 秦明突然倒地 所有人心中一惊 都向秦明看去 这时变身的秦明 恢复了原样 他眼睛紧闭 明显是昏了过去 但那一直紧皱的眉头 可以看出 他现在正承受着莫大的痛苦 秦盟主为了天龙世界 尽了自己最大的努力 他是一个小世界的人 对天龙世界 本来就没有感情 却 是啊 虽然现在秦盟主 作为天龙世界最强大势力的盟主 位高权重 可却并没有因此看敌我们 还是和以往一样 谁说小世界的舞者不行 秦明实力有目共睹 就只是追了过去 就把魔祖下破胆了 整个天龙世界 谁能够做到 这一场战斗 若不是秦盟主 我们绝对不会胜得这么简单 众人担心地讨论着 他们已经看出来了 秦明这是因为变身之后的后遗症 都是龙境舞者 自然知道圣血龙境舞者的事 也知道圣血龙境舞者解除变身之后 会变得虚弱不堪 所以 秦明突然晕过去 他们只是开始有些惊慌 等到反应过来之后 心也放了下来 没有任何一个圣血舞者 会因为变身而死的 只会因为压制不住圣血 而失去了自我意识 在他们看来 以盟主的意志 不可能压制 不住体内的圣血 只是晕过去 他们并不担心 看着晕过去的秦明 他们心中充满了惭愧 秦明是小世界的舞者 却还为了天龙世界 鞠躬尽脆死而后遗 而他们 若不是秦明带领 是绝对不敢 与独魔势力正面为敌的 整个天龙世界 没有任何一个势力 敢于与独魔势力正面为敌 他们要么躲在 天龙世界的某个角落 瑟瑟发抖 或者是一些资源 为他们摇旗呐喊 大多数的龙镜舞者 都躲了起来 不敢与独魔势力正面为敌 没有任何人不怕死 虽然秦明强大 但他绝对也怕死 可为了守卫天龙世界 他愿意付出性命 让他们这些天龙世界土生土长的舞者 只能心中羞愧 众人齐刷刷地朝着秦明鞠了个弓 在旁边盘坐下来 安静地守护着他们的秦盟主 连人查看了一番秦明的身体 发现他 确实只是因为变身的原因晕过去后 心中很是松了一口气 为了保护秦明 连人不让其他舞者靠近 秦盟主身体没事 身上也没有伤口 过不了多久 他就会醒过来 你们不用担心 听到秦明没事 众人脸上露出笑容 这里到处都是毒魔 很不安全 连人背着秦明 原路返回 其他云城联盟 和猎魔者协会的龙镜舞者 在周围守护着 秦明身旁 只有下方和连人两人 众人就地取材 做了一个轿子 把秦明舒舒服服地放在里面 几个人抬着他 急速地飞行 丹舞双绝 第3215章 情报 看着眉头不停锁紧的秦明 连人叹了一口气到变身之后的痛苦 任何丹药都没有用处 忍忍就好 很快就过去了 这些话声音很小 像是说给昏迷的秦明听 又像是在安慰自己 没事的 旁边的下方安慰道 与独魔势力的战争时间并不长 死去的舞者却不计其数 他心中担忧着秦明 但更担忧的是天龙世界 现在秦明昏迷了 还不知道什么时候能醒 就算醒了 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彻底恢复 他知道 圣血舞者变身之后 有很长一段时间虚弱期 而独魔势力对天龙世界的功法 却一刻也没有停止 没有秦明 云城联盟就如同没有主心骨 没有秦明 云城联盟就少了一个最强大的舞者 而且 秦明昏迷还让计划受阻 秦明之前谋划着统一天龙世界 从而把天龙世界所有的力量 都集合在一起 对抗独魔势力 可是现在秦明昏迷了 天龙世界的其他势力 肯定已经知道 秦明现在的状态 想要让他们遵秦明为王 肯定会有诸多阻碍了 正在这时 轿子外传来了吵闹的声音 连人和下方皱了皱眉头 现在秦明这副模样 急需要安静休息 一位裂魔者协会舞者 敲门走了进来 单膝跪地道 这是最新的紧急情报 看到他时 下方就知道 肯定有极其重要的情报 因为这位裂魔者的实力 达到了龙境 裂魔者协会的龙境舞者并不多 他 门各自都有自己的任务 非常忙 而一般送情报这种小事 都是让普通的裂魔者在做 只有最重要的情报 才会派遣龙境裂魔者去送 下方连忙接过情报 以最快的速度看完 好 好 下方大笑到秦明真是了不得 居然把独魔圣血毁了 而且大杀四方 正面击败了魔族 现在秦明是名正言顺的天龙世界第一强者 而且毁了独魔圣血 独魔势力再也不能培养大量龙境独魔了 他心中的担忧 被这一封情报解决了 没想到 秦明居然毁了独魔圣血 要知道 以独魔圣血的重要性 魔族肯定会贴身放好 肯定有层层保护 可就是这样 也阻挡不了秦明毁了他 毁了独魔圣血 这一消息一旦传出去 对独魔势力的士气 有着极大的打击 而对天龙世界的舞者 士气却是可以极大的提高 天龙世界 现在一直被动防守 一直被独魔势力压制着 大多数天龙世界的舞者 都不看好天龙世界的未来 若不是 因为他们投降独魔 也只有一个死的下场 肯定会有很多人会投降独魔势力 士气太低迷 自然就没有战斗力 和独魔势力战斗了这么久 天龙世界大部分人都知道 独魔势力 有一个质保独魔圣血 也都知道 就是因为这件质保 所以独魔势力才突然间 出现了三万龙镜独魔 三万龙镜独魔 已经让众人绝望了 可更让人绝望的是 那件独魔质保 丹武双绝 第3216章 该怎么办 就算打败了这三万龙镜独魔 独魔势力是否可以用独魔圣血 再培养出三万独魔呢 虽然猎魔者协会极力地去宣传 独魔势力就算使用独魔圣血 也不可能随意地培养龙镜独魔 一定会有代价 可这些宣传并没有多大作用 因为他们知道 猎魔者协会 也只是对此凭空猜测 谁也不知道 独魔圣血 还能不能培养出龙镜独魔 而现在独魔圣血被秦明毁了 可想而知 得到这个好消息的舞者们 会如何的兴奋 除了这个消息 能够让天龙世界舞者振奋外 那么秦明在众多独魔的包围中 打败了魔祖 也是一个非常好的好消息 秦明打败了魔祖 他的声望会前所未有的高 现在他哪怕昏迷 也不会影响猎魔者协会 帮助他统一天龙世界 下方握着拳头 激动不已 他仿佛已经看到 天龙世界被秦明统一了 之前他对秦明昏迷不醒 担忧不已 现在却信心十足 哪怕秦明昏迷 统一天龙世界的计划 也能顺利进行 而且比已经的进展 肯定还要顺利 两千龙进独魔中 单枪匹马 毁了独魔圣血 又在众多独魔的包围中 凛然不惧 更是接受了魔祖的挑战 并且战而胜之 让独魔势力自食其果 再加上魔祖有言在先 秦明打败他之后 就放他离开 而最后 秦明不但打败了魔祖 还差点杀了他 要不是其他独魔帮忙 他已经死了 最后魔祖却食言 这对整个独魔势力士气 打击一 定很大 下方激动不已 不说独魔势力 士气会如何降低 天龙世界的舞者 听到如此英雄事迹 秦明的声望 一定会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 之前因为秦明 是从小世界上来的 所以有不少本土舞者 虽然觉得秦明实力很强 但内心中还是 对他不认可 可有了这个事迹之后 秦明是小世界出身 已经不能阻挡他 统一天龙世界了 在下方激动的时候 旁边的连人 拿过了他手中的情报 很快看完 看完之后 连人长叹了一口气 我没有愧啊 若是云城联盟强大 何必要让盟主去冒险 难怪这一次 盟主九死一生 原来是因为毁了毒魔圣血 秦明独自一人去探查情报 连人心中虽然担忧 但他知道 只要秦明小心 哪怕很危险 也应该不会出大问题 秦明的实力他太清楚了 若是探查情报 真的是九死一生 他说什么 也不会让秦明去 可最后 秦明居然变身了 秦明知道变身的弊端 而他还是变身了 只能说明他被逼无奈 遇到了极大的危险 他心中意志不解 是什么原因 才让秦明不得不变身 现在才明白 原来秦明为了毁毒魔圣血 连人心中所有的疑惑都解了 他终于知道 为什么城池中的尸体 会消失不见 只是 现在秦明昏迷不醒 他们云城联盟下一步 该如何办才好 是继续伏击毒魔 还是隐藏起来 丹武双绝 第三千二百一十七章 怕了妖蛾子 另一边 魔祖带着毒魔们 总算是逃脱了云城联盟的追杀 见到身后云城联盟没有追来 都松了一口气 魔 魔祖 你没事吧 一位轻信关心地问道 魔祖捂着被秦明打伤的胸膛 叹了口气摇头道我没事 只是可惜没能把秦明杀了 完美龙镜疗伤丹药药效很强 哪怕他被秦明伤得很重 也很快就痊愈了 见识了完美龙疾疗伤丹药的药效 魔祖对完美龙疾丹药更是贪婪 就算贵为魔祖 也一直在收集完美龙疾丹药 但他手中的疗伤丹药 也仅仅只有不到百颗 就算把整个毒魔势力 所有毒魔手中的完美龙疾伤丹药 集合起来 估计也就一百多颗 别看一百多颗数目很多 可毒魔势力有三万龙镜毒魔 就算每人一颗都远远不够 战争对丹药的需求是无止境的 一百多颗完美龙疾疗伤丹药 太少太少 可云城联盟虽然出售了不少完美龙疾丹药 可大多数丹药并不是疗伤丹 而仅剩不多的疗伤丹药 也不可能全部落在他们手中 想尽各种办法 也只是弄到了一百多颗而已 难怪云城联盟能够坚持这么久 欲战欲勇 感受到完美龙疾丹药的药效后 魔祖终于知道 为什么云城联盟舞者的实力 和毒魔实力差了很多 士气也远远不如 却能够在几场战争中 只是死了一少部分人 除了是因为他们 每一场战争 人数较多外 最重要的 还是秦陵和完美龙疾疗伤丹药 难怪云城联盟的舞者三人一组 有了无穷无尽的完美龙疾疗伤丹药 三人一组 就算其中有人受伤 也能在队友的掩护下服用丹药 而后接着战斗 虽然云城联盟的舞者不强 但受伤之后 很快就能痊愈 而我们的龙镜独魔 在受伤之后 却根本没有完美龙疾丹药疗伤 很容易失去战斗力 魔祖一想到 龙疾完美疗伤丹药 在战争中的作用 就不有感觉头疼 明明龙镜独魔的数量 比起云城联盟的舞者要多得多 实力也比他们要强大 照理来说 他们对付云城联盟 应该是以碾压之事 就算整个天龙世界的 所有龙镜舞者集合在一起 他们独魔势力 也能战而胜之 有了这么大的优势 他自然一直都极其自信 可屡屡受挫 让他心中那坚定的自信 微微有些动摇 特别是这一次 他对付秦明 本来以为万无一失 却没有想到 最终还是失败了 不过逼着秦明变身 他以后只能躺在床上了 没有秦明干扰 独魔势力绝对能够在两个月内 把天龙世界彻底占据 魔祖恨恨想到 他对秦明 还是极其不放心 可现在 他也没有其他办法 云城联盟 似乎知道他们具体位置 想要暗杀秦明 根本不可能 既然不能杀秦明 那么只能在心中期盼 秦明别再整出什么幺蛾子 一想到很长一段时间 秦明都只能在床上 魔祖心放下先 单五双绝 第3218章 质疑 在魔祖坐在轿子内 思索着秦明事情的时候 剩下大约1500龙镜精英独魔 正在外面歇息着 这一场战争 打得非常憋屈 明明双方的实力 差距并不大 他们有信心拼一场 却不站而投 独魔势力 从来不怕势军力敌的战斗 他们有信心 就算他们最终败了 也能把云城联盟彻底打残 而他们只是独魔势力 一小部分龙镜而已 还有两万多龙镜独魔 而云城联盟 加上猎魔者协会的 大部分龙镜舞者 却只有四千多人 把他们杀了 云城联盟和猎魔者协会 都会分崩离弃 天龙世界 只有云城联盟和猎魔者协会 才有资格作为他们的对手 把他们的有生力量灭了 攻取天龙世界 轻而易举 就算之前的战斗 没有把秦明杀了 又能如何 秦明再强 只要五道境界 没达到真龙境 他在战争中 杀不了他们多少人 而秦明一旦达到真龙境 立马就必须离开天龙世界 独魔势力和天龙世界的战争 不是由一个强者决定的 而是由两个势力的综合实力决定 所以 那一场战争 不管输赢 战斗才是最有利于独魔势力的 可魔祖毫不犹豫地选择了逃跑 这让独魔们 心中很是诧异 你觉不觉得 魔祖变了 虽然实力似乎变得更强了 但是也变得更怕死 我也觉得魔祖变了 他以前在战斗中 从来都是冲在最前面 就和秦明一样 而现在 却只是躲在最后面 指挥战争 魔祖怎么会这样 实力越强 反而越贪生怕死 不能这样说 你这是不尊重魔祖 渐渐地 独魔们吵起来了 有的人心里很拥护魔祖 虽然觉得 之前魔祖做得不对 但他们认为 魔祖心里有自己的打算 不是真的贪生怕死 其他人非一魔祖 让他们很不舒服 哼 不是贪生怕死 为什么秦明追上来的时候 魔祖跑得最快 一个长相魁梧的毒魔 很是不爽到我几个同伴 完全是因为要殿后 所以才惨死在云城联盟舞者手中 他们若是堂堂正正 和云城联盟战斗 或者是围杀秦明而死 我心里都不会有意见 但就这么白白死了 我心里不甘 并不是所有毒魔 都畏畏缩缩 他们能够达到龙境 心里都有自己的傲气 虽然因为尊卑的原因 他们不会明面上指责魔祖 但不爽就是不爽 他们也不会隐藏着情绪 这一次明白着 是魔祖做得不对 为什么不能说 哼 实力不强 就知道叽叽歪歪 有本事你和秦明对战 若者没有资格质疑 魔祖虽然输了 但他能够和秦明正面战斗 而你们呢 有谁有能力接秦明一招 一位绝对拥护魔祖的毒魔 指着刚刚对魔祖质疑的毒魔们 大声骂道 这番话 让刚刚飞翼魔祖的毒魔们 脸色变了变 他们确实觉得 魔祖做错了 可他们绝对没有信心 接秦明的攻击 丹武双绝 第3219章 飞翼 或许魔祖真的错了 但有一点 魔祖的实力 比以前强了很多 不管是速度 还是力量 魔祖都今非昔比 现在的魔祖 是毒魔势力 真正无庸置疑的强者 这一点 他们很认可 而舞者之间的规矩 弱者没有任何资格质疑 秦明真的好强 一个毒魔 脸上带着一丝恐惧说道 其他很多毒魔连连点头是 秦明真的好强 他的权力一全 没有任何人能够挡下 真不知道他是怎么修炼的 为什么他能那么强 想到之前的战斗 秦明那不可一世的攻击 毒魔心中就不由自主的恐惧 特别是秦明变身后 那凶悍的杀气 更是他们生平仅见 若不是他们人数多 而且实力都达到了龙境 可以配合着 把秦明身上的气势挡住 否则光凭着气势 他们战斗力 就会损伤两成 秦明虽然没有达到真龙境 可只是凭着气势 就能压制一位龙境毒魔 抬不起头来 同街舞者之间 气势比拼 用处不大 这是共识 可现在活生生地被秦明打破了 变身之后 秦明身上的气势 完全超越了龙境 应该已经达到了真龙境 可惜没能把秦明杀了 以后再碰到他 不知道要用多少人命填 不用担心 圣血舞者变身之后 会有极大的后遗症 秦明变身的时间很长 估计要半年 才有可能撤 抵恢复 若是能够趁着秦明瘫痪在床 把他杀了就好了 秦明的舞蹈境界 只有龙境后期 却已经天下无敌 一旦他舞蹈境界达到龙境巅峰 不知道会有多强 虽然知道 秦明会瘫在床上半年 可他们心里多多少少都不太放心 因为秦明之前给他们心中的震撼 实在太大了 秦明不死他们 不能心安 有一些独魔 这时候又开始责怪魔祖 要不是魔祖想要让秦明臣服 我们早就把秦明杀了 就因为魔祖的耽搁 所以才被云城联盟救了 这话一出 很多独魔点头附和不错 秦明再强 也不可能是我们两千龙境的对手 早一点变身 说不定云城联盟舞者还没来 秦明就不得不解除变身 嗯 圣血舞者变身之后 实力虽然很强 但是变身的时间极其有限 就是因为魔祖要单打独斗 给了很多时间 让秦明休息 否则趁着秦明上气不接下气的时候 一拥而上 他绝对逃不掉 我也觉得是这样 若不是魔祖单的时间 秦明早就变身了 他变身的时间越早 那么解除的变身也越快 绝对撑不到云城联盟到达 我觉得若是之前我们能杀了秦明 而后刚好云城联盟过来 我们甚至可以把云城联盟一举歼灭 对 我们杀了秦明之后 提着他的人头 云城联盟的士气 就会不堪一击 云城联盟本来实力就不如我们 把云城联盟领头的几个副盟主杀了 其他人不足为虑 单舞双绝 第3220章 一拳 在很多独魔看来 云城联盟就是仗着完美龙极丹药和秦明 所以才屡战屡胜 打心里 他们瞧不起云城联盟的龙镜舞者 倒不是针对云城联盟 而是他们瞧不起天龙世界的舞者 在他们看来 天龙世界确实有一些强者 但他们大多都贪生怕死 不足为虑 而大多数的龙镜舞者 不但贪生怕死 实力还很差 不像他们独魔 不但实力强大 而且为了至尊魔神 为了独魔势力 他们能付出一切 都是因为魔祖 要不然 我们早就杀了清明 有独魔愤恨不已 听了这独魔的抱怨 有不少独魔脸色铁青 而这个时候 魔祖从轿子内缓缓走了出来 他皱着眉头 眼中满是怒火 看着不怒自威的魔祖 刚刚飞翼魔祖的独魔 眉头狠狠地跳动 暗道不好 你们觉得 我不配作为独魔势力的魔祖 魔祖目光扫过重独魔 缓缓道 所有独魔都低着头 不敢有丝毫质疑 怎么 敢说不敢做 魔祖淡淡道 受到魔祖这一击 几个独魔站了出来 他看着魔祖 挺着胸膛道 我觉得 魔祖当时不应该逃 我们和云城联盟一战 未必会输 我也是这样认为的 我们独魔势力谁也不怕 就算灭不了云城联盟 我们也能让他们损失惨重 就算他们赢了 也要在天龙世界彻底出名 听了他们的话 魔祖不由想到之前的战斗 他们说的在理 若是 之前他敢于一战 甚至用自己的姓名 拖住秦明 他们有八成可能 把云城联盟打败 但一想到那无边杀气的秦明 魔祖心就狠狠跳动 独魔势力 能不能打败云城联盟 他不关心 他只知道 他若是留在那里 必死无疑 若是以前 他被独魔血脉控制 肯定是以独魔的利益为先 肯定会挡住秦明 但现在 他可不关心独魔势力 在他眼里 独魔势力只是一个工具而已 他不可能为了一个工具 而让自己送命 他不会为了让独魔势力 统一天龙世界 而舍己为人的 送了自己的性命 他死了之后 独魔势力会再选一个魔祖 谁也不会记得他 当然 他不可能把真正的原因告诉他们 他淡淡一笑 表情猙獰到你们觉得我的命令有问题 没关系 既然你们敢质疑我 想来你们的实力 也一定能和我比肩了 你们谁能够打败我 魔祖的位置我让出来 属下不敢 听到魔祖这番话 独魔们纷纷低着头大声道 那几个质疑魔祖的独魔 更是跪了下来 哼 看着他们的模样 魔祖不屑道 只有强者才有资格质疑 你们既然质疑我 实力应该比我强 没 魔祖我错了 刚刚质疑魔祖的独魔 颤颤巍巍道 错了 魔祖点点头 既然错了 就要接受惩罚 这样 若是你们能够接我一拳 那么今天的事情就过去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